承接著上兩部分的回顧 原來超級雙元年除了動物的議題 或者一些囚禁優弊的力量 我們亦都會關心一些受苦小眾的福利 如果混合囚禁優弊的力量 亦都當然會包括一些在囚人士 一些被人去禁錮的人的福祉 因為其實小動物在尖聲學來說 它是受到雙魚座的管轄 它是屬於一些我們叫做小眾 即是我們一向不去理會的一些小生命的形態 一些生命的形態 所以這個超級雙元年 是會勾起所有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關心 最早當然我在去年2021年中上《拐彈》節目 《牧生的顏的世界》講相遇水平的跨工目逆 已經是講過了 然後在去年秋天 《漁川十月風暴》 我自己的頻道的live也都講過了 還有那條片的續集 我每天出了一個續集 就是那個續 2021年占星語言《漁川十月風暴》 傳說中看到眼都得的雙魚post 當然也都在2022語言 part 2 of 5 椰菜腳封面的那條片 是大書特書 今年雙魚年 我們會見到很多相關的事情 所以相信剛才兩幅底圖 大家都不會陌生 就是本港今年發生一些醫療系統 一些人道災難 同時在上海封城的時候 因為那個配套做得非常差 令到很多人崩潰自殺 同時我們都講過 這個超級雙元年 我們會關心在囚人士的權益 所以是有專題報道不僅 那時候也有幾宗新聞 好像說他們夏天太熱 要加裝風扇那些東西 好像是一些在囚的維權律師提出 當然有這宗很出名的 江蘇八個小孩的母親 他是被禁錮 還有有一陣子我們看到報紙 是今年的 同樂居的管理層 對於若兒的事情 是毫不關顧 甚至他們是拿了很多很高的年薪 這些東西就令到大家受到很多非議 令到我們會去關心兒童福利 當然跟著有這一個 印傭姐姐 有一次不是帶了家的那個 她今年是出了名 令到我們又會重新審思過一些 我們平時會覺得是社會小重 家傭姐姐的一些福利 她也是為她的姊妹發聲 這東西也是非常應驗了相遇的Themes 同期順豐的速遞員是被投訴在屋外吃飯 這東西也是引起了社會大眾的關注 當然不少得大台節目 今宵大夏二 有女演員 逃黑身體扮非容的這回事 一些跟種族有關的議題 究竟這東西是有沒有種族歧視的存在 都是大家很關心的 好 跟著小眾當然不少得 社會上一些身形比較龐大 肥胖的人 竟然在今年ViuTV有個節目叫做肥美人 他們這些人通通是亮鏡 為自己去發聲 如果講起肥美人 當然不少得欣怡 我們香港人很熟悉的欣怡 她被欺凌了這麼多年 真是真心的 她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 都是超級商議連發聲的事情 還有她年頭就拿了一個青蛇金獎 當然啦 還有不少得 很多街市的臥虎藏龍 我們平時不會特別去這些職業 但他們都是在這個時候 叫做抬頭 頻頻出鏡 不單有大家最熟悉的 荃灣豬肉薇薇 番品AK 跟著有什麼屯門泰山Yoshi 跟著有什麼什麼什麼 全部都是非常有趣 還有同性戀議題 大家可以看一下底圖說的 原來除了挪威之外 這麼巧都是今年 新加坡也都宣佈了 南南發生性行為 將不再被視為刑事罪 也是為了性小眾 OK 的權益 是做出了一個非常大的讓步 或者是為他們終於去平反 都是這個超級雙月年裡發生的事情 當然 跟著就不少得 很多 除了是同性戀 其他的 可能Transgender LGBTQ 這個community 很多相關的議題 在世界各地 在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 都正在發生 例如這幅圖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報道 在美國一個舞台劇 由一個跨性別的半黑女 去飾演Beauty and the Beast 裡面的Belle 還有一些女性的議題 以下這單我就不太清楚 不過是一個粉絲報料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螢光幕的底圖 跟著當然不少得近期大家一定會見到的 西方世界荷里活左膠橫痕 現在又是這些 Racism 那些 或者是 Anti-racism 不是 Sorry 是Anti-discrimination 反向歧視 即是說 或者是 政治正確那些事情 因為這些 群體是一向 在舊有社會被歧視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特別去幫他們 這件事就叫反向歧視 但其實大家會不會覺得是矯枉過正 做多了 這件事也是激發起社會大家很多的討論 還有 先說起小魚 剛好小魚 魚 海底世界 雙魚座 最近這段新聞很熱很熱 我覺得跟超級雙魚連的概念 是非常吻合得到 我覺得真的很好搞笑 是的 很圓妙 是的 還有這幅圖 真的令人提小解肥 OK 你們可以去欣賞一下這裏的底圖 去理解一下背後裏面的意思 好了 但是我最想說 原來這個 我們剛剛回顧的這種聲像 跟我們下個聲像 是非常掛勾的 到底是什麼呢 原來是電影 無論是電影整個行業的生態 或者會不會有些很特別的電影是誕生出來 都是我們在這個超級雙魚連可以拭目以待的事情 再說 再說 我們會很關注整個電影業的生態 說回我們剛剛看的那個小魚線 或者就是最近那些 Anti-Discrimination 特斯尼的電影 那些動畫 全部都是電影 電影的選角的問題 會非常充滿爭議性 OK 還有剛剛也說 小魚線 海底世界 魚 好了 但是我們回顧電影業 今年發生了一些大事 我們只是看一下奧斯卡當晚 第一 當然最出名 是Will Smith去打Chris Rock 他們兩個都是黑人來的 本身都是一些受到歧視的弱勢社群 當然那件事之後 我們會去關注暴力 或者當他這樣被人去言語欺凌他老婆 他再去打人 究竟這個是不是一個正義之舉 我們去探討很多這些道德的問題 又去探討他們本身黑人的身份 因為其實很多黑人 就算自己黑人的團體 有些人都出來說 其實你不應該這樣當眾去打人 因為這樣就會更加加深了很多大眾 對黑人的負面的偏見 即是覺得那些黑人動不動就會動走 總之這個整件事是非常之相遇的 還有就是發生向奧斯卡電影頒獎禮上面 還有第二件事我相信大家 不是很清楚這回事情 話說去到當晚的尾聲 就Lady Gaga是引領了傳奇影后Lisa Minnelli 就上台去頒獎做一個致敬的時刻 但原來這個時刻是充滿了非常之多的陰謀 發生什麼事呢 我長話短說 話說Lady Gaga她邀請了自己的偶像Lisa Minnelli 上去拿獎 Lisa Minnelli本身都是歌手兼影后 話說她其實已經要坐輪椅 但她不想自己用這個形象上台 因為很不想別人覺得她好像已經是風足殘練 垂垂腦耳 她本身堅持自己要坐導演座上台 被Lady Gaga去頒獎 是否頒獎 總之是一些致敬的環節 但是之後一些人士的爆料 原來就說 發生了Will Smith去蓋營一巴掌 那時候之後 奧斯加立即想去扭轉形象 或者是想把全部負面的東西變得很正面很溫馨 就改了Lisa Minnelli本身是說自己要坐導演座上台 就改了她要坐輪椅上台 令到她變成一個很虛弱無助者 但由Lady Gaga去致敬 想把整個場面包裝得很溫馨 詳情其實有一大段的文字 我可以在留言項上 所以我經常都說 留言項上有很多寶藏麻煩 大家不要忘記 OK 其實這裏整件事 又是非常之相遇的 又是說一些受害者 一些垂垂老耳的人 他們一些沽苦無依的感覺 賣同情 又是發生在一個電影頒獎典禮上面 通通這些事情 都是在這個2022超級相遇年裏面 令到大家都很觸目 講完美國奧斯卡 和大家玩一個小遊戲 那在香港的電影頁 最近有發生了什麼大件事 不妨用15秒去回想一下 最近的新聞 這件事也是反映了 超級相遇年那個厲害之處 還有大家可以把自己想到的答案 走到留言項那裏留言 看看誰答得對 或者起碼和我心目中想的答案 是一模一樣 最後我們來到火翼相子預言的部分 但這個預言同時也是 是甚集了回顧的 因為以下的這些星象 是一早發生著 而他們亦都會 ongoing地發生的 五個字簡易言之 小心身邊人 早於2022預言 part 4 of 5 即是在年頭那時的影片 或者就算我上個月 8月9日 禮拜二晚上 怪談節目 都提了大家 來到這個秋季不要穿金帶銀 也是三分四次強調 不要引狼入室 不要招貧悶伴上你家 因為分分鐘他們就是 去到你家去踩線 之後就爆你格 OK 還有 也要小心倫理 當然 你不要主動引倫理入你家 但是有時候都 無枉之災 他如果一個不小心 可能有什麼會波及到你 可能他自己弄到自己火燭 畢竟火燭 他弄到火燭 然後就燒到旁邊 這些東西我早就提過大家 大家都應該 言猶在意 是不是 果然 我先講 我8月9日上完怪談 提了大家 會有些火燒鄰居 在8月18日 禮拜四 果然發生了一宗 年輕人 玩火 然後造成女鄰居 喪命的這宗 慘事 然後他已經被控誤殺 然後這陣子 香港的搶劫 盜竊案 是非常多 無日無知 甚至我有客人 私下報料 老公一架價值五位數的單車 在半夜被人偷走了 然後還有銅鑼灣標刊揭案 還有九土山獨立屋 租人爆洩 大家知不知道這件事 還有倫敦 有兩個蒙面賊 光天快日 搶人家的路 但警方25分鐘後才到 這件事 連我們尊敬的前特首 六八九都在大輸特輸 但他真是蠢 這不是高級黑 他笑別人多 但他不知道香港發生更多 這些事情 然後有個男人夜媽媽 在公司被人拿磚箱頭 然後餐廳也被人拿走 在長假期的時候 那時是哪個長假期 早前有哪個長假 我忘記了 然後還有說 其他餐廳也在某一個長假 然後被人叫走現金 然後我有朋友 自己的公司 尖沙咀 他有一間店 三宅錶被人殺了 等等等等 為何這些是會關火翼雙子事 因為雙子管轄的 就是我們的身邊人 無論住你隔離的鄰居 無論在你隔離工作的同事 或者跟你一起成長到大的 你的手足 你的兄弟 親兄弟 或者是玩得很close的朋友 同學仔 他們會變成這些危險人物 會做了這些 類似臥底 這些匪蝶 所以 為何大家要小心他們 還有火箱廁 通常會跟一些欺騙 盜竊的東西有關係 說真的 柬埔寨越南人口販賣的事情 到現在是爆到九彩 不過最慶幸的是 因為也是爆到九彩 所以也會有相應的行動 去拯救人士出來 但其實很多人 就是被這些身邊的人 騙了被賣豬仔 所以為什麼 小心你家裡爆洩 親民職友不要請回來 原來很多東西是由你 倫理去波及到你 這些東西是需要小心 還有呢 也都很怕 來近社會 全球的社會 也都會有一些很大型的劫案 例如那些 很多年沒見過的 張子強、葉繼歡 再去搶金行 直接是慈械、偷國庫 好像拍電影那些 潛入銀行去拿黃金 OK 那這些東西 大家也都需要注意 當然有些是害怕 都沒得很害怕 但你起碼可以自己避免 真的不要在街上招搖 懸賦 如果你被人知道你很厲害 那別人幫你自己的抵捨 好 那我還有 因為呢 你越信得過的身邊人 他們就越容易出賣你 會有這種是 即是叫做出賣的行為 正如那些 有紀律或者沒有紀律部隊被人出賣 但是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就要小心 不要太過信心的人 不要太過跟他們說自己的私事 很多的八卦東西 那否則一個不小心 或者他是有心 走去把你的資料 去賣出去 或者是利用你的一些資料 去作出一些 就是偷街魔狗的事情 那最後受害的呢 就會是各客 好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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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